朋友们大家好 孟晚舟事件继续发酵 中方提出严正的抗议 要求美国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 另一方面 孟晚舟明天就要在加拿大法庭 进行是否保释的听证会 她有没有可能比保释呢 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的 为孟晚舟强烈的抗议美国和加拿大呢 首先我们看到 孟晚舟非同一般 她类似于一个中国的军队方面的部长一样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美国因为中国的军方跟俄罗斯 做经济的合作 对中国的准装备部的一个部长 李商福上将进行了严厉的制裁 不仅准装备部进行了制裁 而且李商福他个人 也绝对不能拿美国的签证 他的家人也要 所以当时对李商福的这种制裁是非常的严重 然后外交部也进行了抗议 那目前这样一种抗议呢 实际上也非常类似 就是李商福她的待遇和孟晚舟的待遇差不多 因为孟晚舟实际上不亚于一个准装备部的一个副部长 因为她带领的华为就是中国目前技术最先进的一个大型的军队 那孟晚舟简直就像中国的一个战区司令一样 华为就是中国手里的一个王牌的高技术高科技的一个军队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 她的确是这样 我们知道华为她刚开始创立 这个任正非就是团级的干部 加上她的这个岳父都是高干 所以她刚开始发展电脑各种设备 那都是为香港中国的那些办事人员做这个服务 后来呢跟中国的军方安全部门有密切的合作 前任她华为的董事长孙雅芳 就是广东省安全厅的高级的这个干部 然后中国的军队安全部门驻外机构 所有的这些网络的设备 电信设备都是华为来提供的 而且中国发动的这些在网上窃取情报 黑客的行为都是跟华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未来的战争呢那这个网络战会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 华为呢有几十万员工 仅仅在中国就二十万 那在海外更多 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 它的这个人员遍布 它的设备也云霄到全世界 这些设备呢在瞬间都可以成为一个间谍的设备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呢 华为是比中国政府逼着 从事黑客行为或者侵犯知识产权 或者是其他对国际秩序威胁的行为 No 他不是逼着 他是从一开始他就是密切的合作 虽然他嘴上说是私营企业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 而他的领导者呢 掌握这样一个高科技军队的领导呢 这个孟晚舟 那他就是未来的针对有识权的一个接班人 因为这个任正非年龄已经大了嘛 所以说把这样一个军队的司令 詹需司令 装备部的一个副部长给抓起来了 那中国政府能不弃疯吗 他肯定会严厉的抗议 我看不仅是外交部提出抗议 要求立即释放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 中国驻加拿大的这个大使馆 也发出声明 说你这样做是这个侵犯人权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在没有犯法的情况下 怎么随意这个抓捕孟晚舟呢 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共产党才想起了人权这个字眼 多少中国人 多少优秀的律师 人权人士 牧师在中国比抓捕 美国外国政府要求释放 提出人权问题的时候 中国政府置入网门 这时候他的自己人被抓了 被拘捕了 他才想到了人权这个字眼 他才感受到了 这个随便把人给抓了 那是多么的一种可怕的一种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军事上面 华为本身就有价值 另外呢 他在这个经济方面 他价值也很大 他这个有几十万员工 就帮助这么多人 完成了这个就业 而且他每年要上交给国家的这种税收呢 那不知道有几十亿几百亿 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裁员 然后他也是带领中国的各种的科技股 所以他这个孟晚舟一抓了之后 我们看到不仅美国的股市有准错 而且亚洲的股市 香港的股市 东京股市全面下跌 因为这个事关的是一个高科技股 科技概念股 网络股 直线下降 他有关的这样一个市场 肯定会受到准错 所以 从一个经济的角度来说 中国政府把这个事件也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头等大事 另外一点 就是在技术方面 那华为就代表着最领先的5G时代 现在是4G 5G就是第五代的通讯网络世界 现在用的这个WiFi 这些互联网 在未来可能就被淘汰 就跟互联网起来之后 逐渐这个电话 传针 那些淘汰了一样 那这个5G时代 网络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现在下载一个YouTube 大概一季的可能也要花个十几分钟 但未来几秒钟就能搞定 然后这个无人驾驶 这些汽车这些反应非常快的这些网络设备都可以做 无人驾驶远程的这种交谈 远程的这个体验 远程的教学医疗 都会成为一种可能性 而且会实现这个物联网 就是不需要WiFi 不需要这个导线 通过在某些物体上 加上某种信号之后 就可以连在网络上 你的很多的东西 本身就是变成这个 介入网络的一个设施 形成一个物体之间的联网 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 如果谁掌握了这个技术 不仅引领全世界的生活模式的更新 而且对这个国家安全也有很大的帮助 你可以破坏敌对国家的网络 敌对国家的科技 所以在这个方面 华为做了很多的领先的这个实验 他已经投资了900亿放在这个5G的实验上 已经宣布在很多方面 他处在领先的这个地位 2016年在拉斯维加斯开的一个会议上 他已经宣布 他比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认为 一个关键的一个技术5G的 已经比华为给掌握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中共他对华为在技术上的领先 地位是非常的看重 习近平亲自视察华为 任政府给他做解说 你就看到华为对他来说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 中国的外交部 外面大使馆 包括华为自己都提出严正的抗议 我相信这个事件还会继续的发酵 甚至习近平亲自出来 给川普打电话都有可能 就像为了挽救这个中心通心 习近平亲自给川普打电话一样 那华为对他的这种 中国政府的这种作用 超过一个战区 一个战区的军队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 明天他就要去进行保释的听证会 保释就是取保候审 你先在家待着 不需要在看守所待 然后等待审判的时候 你到法庭去 那这个孟晚舟会不会享受这个待遇呢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 一个呢 他在加拿大被抓呢 他只是这个转机的时候抓的 他在加拿大没有固定的一个居住点 一般保释的时候就把你释放出来 现在固定的居住点 采取一种软禁的方式 这个手啊脚啊 或者带一些监视器 你在那软禁 然后等到法庭开庭 你才出庭 他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点 所以呢 不可能呢 给他给送回去 送回去 取保保释 另外我们知道保释的前提是 要法庭来审判你 但是加拿大的法庭肯定不会审判 是以美国的要求加拿大拘捕他的 是纽约的法院要审判他 所以呢 他不存在一个在加拿大被保释出去 在加拿大等纽约法院来审判 不可能 是把他直接就送回去 送到这个纽约 这样进行这个审判 所以说保释并不是一个金钱的问题 在美国的话 你出很少的钱 几千块钱就可以获得 可能十几万几十万的保证金 因为有些保释的公司 专门做这个生意 最关键的是呢 美国他实际上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他也保释的话 也不符合加拿大的法律 所以孟晚舟明天呢 能够保释的这个机会是非常少的 美国政府呢 那对这个孟晚舟呢 一定要对他进行这个处罚 这些大家也是非常的清楚 因为从国家安全 从这个技术方面 从这个贸易政角度来说 美国政府要对孟晚舟 对华为下手啊 这已经是必然之事 那我们首先看 从这个贸易政角度来说呢 你把这个华为的老板抓在手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筹码 就像前段时间 把这个抓起来一样 把中兴通讯 那时候川普抓在手里 不让他拿到美国的芯片 那那个期间就快完蛋了 习近平亲自给川普打电话了 就像这个中国呢 也是用这个高通收购恩资谱 中国偏偏就不给你批准 这也是一个谈判的时候筹码 所以把孟晚舟给抓起来 实际上也是中美贸易战谈判筹码 掌握在美国手里的一个表现 还有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5G时代 刚才讲了5G时代实际上是中美正在竞争 然后华为在这方面一直独秀 美国呢它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 就是企业的行为美国政府不管 所以呢导致呢 美国的这些企业实际上是跟中国政府在对着干 中国政府大力的和华为一块研究这个5G 但是呢美国的这些互联网企业通讯企业 它没有联合起来 它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 必须是一个国家行为 国家安全的行为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确实美国在很多5G的这个事情上 处于落后的这个状态 华为呢通过一些手段 大量的国家政府的一些行为 它处在领先定位 就像美国政府要遏制中国的2025计划 2025计划你取得胜利 那你就是在制造业上 那你就成为世界领先了 那么这个5G呢 你如果拿到主导权之外 那你就成为一个世界 引领未来产业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 它不仅呢 你获得5G的主导权 不仅会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 而且你可以在国家安全方面 军事方面获得领先的地位 你可以轻易的破坏这些敌对国家的网络 那么这样一个技术 如果掌握在民主自由国家倒不可怕 但掌握在独裁国家就非常可怕 其实二战的时候 打到中间的时候 德国人发展技术非常厉害 就现在的这些导弹啊火箭啊潜艇啊 很多就当时二战的时候 德国人给发明的 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行为 所以美国呢在这方面看到 必须要遏制中国这个发展5G的这种倾向 尤其是华为 所以对这个孟晚舟下属呢 这个5G在技术上的这种竞争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贸易战也是 再加上这个华为干了很多的一些 缺德的事情 在美国有几十个诉讼案件 它知识产权啊黑客攻击啊等等 这些加起来对它总是要有个说法 美国分部华为美国分部早就撤离了 因为案子太多了 那现在呢必须找一个责任人来承担 这些对美国的这些伤害 所以这些原因呢最后导致 美国政府呢一定要对这个华为要进行一个下手 不下手不行 就像不阻止这样一个 2025计划一样 那么最后呢很多西方媒体就发现 就是抓孟晚舟那一天 正好就是川普和习近平握手延欢共进晚餐的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政治家谈判的时候 一手印一手软的一个技术 就跟川普和习近平第一次在马拉哥庄园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握手延欢的时候 美国的导弹就打向了这个阿易萨斯的基地 打向了中东 然后川普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习近平 那这个习近平呢实际上是比较恐惧的 而且他在当时呢还不得不接受 那就像这个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到重庆啊进行和平谈判 但是他有背地里叫他的军队啊 还是不断的像国军开战一样 这些都是为了谈判取得更好的筹码要做的一个事情 不足为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冲突中美争锋 已经成为世界必然大事的情况下 发生这件事情呢不足为奇 我们相信这种事情还会层出不断 因为中美两国的积怨太深 盘根错节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直到真正的这个冲突 直到民主自由势力打败邪恶专制的势力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订阅本人的频道 再见